抗战初期中国的高射炮主力是哪一款? 本文作者王立本, 棘手大学历史系特片教授, 继我努学社会员, 1936年邱国府于战前最后一次代表团复得采购军火装备, 除了续定120辆的克鲁伯一号战车为大宗之外, 最重要的采购就属60门Flag 183.7厘米高射炮, 此高炮是莱茵金属公司于1930年代初期, 以Flag 302厘米为蓝图所放大而来, Flag为德文斯克斯格维尔卡诺尼的缩写, 而18这个数字则是为了规避反尔赛条约的规定, 表示制造于1918年, 但实际上于1935年方在德军府1937年初在南京附近演习的Flag 183.7厚米, 由于Flag 302厘米是相当成功的作品, 使得德国陆军希望能有一款轻型防空炮, 其射程与弹药破坏力都能更加提升, 古莱茵金属公司就以此为准, 发展出Flag 183.7厘米, 然而,当此捆高炮进入部队后, 其射击性能反而出现不少的状况, 包括炮身晃动过大, 而导致命中率欠佳, 炮在容易损坏等等, 所以1936年初德国陆军就不再采购, 但仍然在掠夺修改后加以外销, 而已经介入敬意者则持续使用到大战结束。 1943年秋, 在东乌克兰作战的Flag 183.7厘米, 德军在东线也常将此炮, 当作地面部队的火力支持, 用装备并且取得的战果, 德国军在1936年9月至来年2月间, 陆续接收此炮与18案发的炮弹, 使其成为此后中国防空炮的主力之一, 以6炮编为一连,陆续编为防空学校之第4、5、6、7营的主力, 国府还购入一批亨谢尔Ti-33J1卡车, 以作为拖液之用, 1937年下, 由于防空学校对于此炮使用相当满意, 库国府一度决定续购Flag 183.7厘米, 以取代各调整室内的2厘米小炮, 但由于战争的爆发而作罢, 1938年与武汉附近作战的Flag 183.7厚米, 德军认为有瑕疵的装备, 国军却视为真品。